安倍政府对历史问题拒不反省 韩国在推反制措施 韩国计划为日本的慰安妇记录深移 争取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让国际社会进一步的了解日本的侵略历史 有外媒也认为说 韩国在反制日本历史问题上经常出其不备 也经常让日本政府苦恼不已 韩国政府中专门负责女性权益的女性家族部 在周二表示 目前正在调查韩国国内 中国东南亚和日本的慰安妇资料现状并编辑目录 最快争取在2017年 就可以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韩国官员还表示 在考虑同中国东南亚国家等慰安妇受害国共同身移 这样可能会更有利 分析指出 慰安妇问题如果能够成功身移 有助于国际舆论进一步了解日本的侵略历史 而且多国联合身移 还可以加强二战时期 曾受到日本侵略国家间的相互团结和理解 同一天韩国最高龄慰安妇金福德老奶奶出版了指控制军罪行的书籍《勿忘我》 并出席了本书中英文版的记者会 金福德老奶奶已经有97岁高龄 她表示在去世之前一定要得到日本的道歉 否则死不瞑目 值得一提的是 《勿忘我》日文版出版时 韩国教育厅马上将书籍赠予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以及曾否认慰安妇问题的日本大阪市长乔夏彻 不过书籍送出后却石沉大海 这次中英文版出版 韩国又特地把书籍赠予了美国总统奥巴马 同时附上了一封亲笔信 信中提到各国人民不希望那段侵犯人权 令人伤痛的历史重演 一个受害者的亲身经历来控诉 这是一个铁钉的一个历史的事实 那么送给奥巴马呢 也是希望美国引起高度的重视 因为美国在安倍第一次内阁的时候 他的国会曾经通过决议 谴责日本政府 就是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有错误的心情 另外韩国驻日本大使李炳奇 周二在会见日本前官方长官河野杨平时指出 日军未安妇的问题 应该按照河野谈话的精神迅速解决 安倍晋三参拜行为 使得韩式关系更加困难 对此河野杨平表示 以自己的名字发表的河野谈话具有权威性 在发表该谈话时 没有一丝动摇 日本领导人应该继承村山谈话 河野谈话的精神 1993年 时任日本政府内阁官方长官的河野杨平 代表日本政府发表了河野谈话 承认日军强征未安妇的历史事实 但安倍内阁上台之后 一直试图修改谈话内容 另外为了强调村山谈话的精神 韩国再度出招 计划邀请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 访问韩国到国会发表演讲 韩国总统朴建会也亲自出面 周一接受美国CNN电视台的采访 抨击日本领导人缺乏历史观 去年年底 朴建会还曾公开暗示 安倍参败靖国神社 违背人类良知 并指出这样的日本不算一流国家 观察指出 中国和韩国对于安倍败鬼的反制 各具特点 最近中国已有约40位出外大使 在国际媒体连续发表文章 猛批安倍政府的错误言行 这种批评的频率之高 规模之大 十分少见 去年年底 朴建会总统展开欧美之行 一路批评日本政客的错误行径 日本前首相野田佳燕 则出言讽刺说 朴建会就像女生打小报告一样 批评日本 引发韩国媒体的强烈反弹 认为野田的言论 对韩国领导人无理至极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据韩国法务部本周三公布的 去年初入境统计结果显示 造访韩国的日本人 比2012年减少了22.4% 而另一方面 中国人约有392万人次 同比增长了43.6% 此前访韩外国人中 日本人始终占首位 去年中国人首次跃居第一 报道分析称 有关日本游客骤检的原因 有可能是因历史问题 造成日韩民众彼此的认同恶化 中文字幕提供